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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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年一度难得不为赚钱 只为筹集明霄灯的建设资产而开设的 那销饰里面会有好吃的吗 那当然不少 而且要我说 海灯节正是最适合品尝里乐美食的节日 这可是里乐一年里最盛大的节日 要是能在海灯节上向大家展现出自家的手艺 必然能博得不少的口碑 所以虽然不为赚钱 但各个商家暗地里都卯足了劲 在海灯节上以拼手艺的高低呢 从各个方面来说 离乐人都很厉害啊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去找海灯节的负责人望雅小姐 她一般会在宵市附近待着 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问她 她会知道什么店卖的东西最好吃吗 那当然 海灯节的一切事情望雅小姐都再清楚不过 知道了 我们赶紧去宵市上找那位旺雅小姐吧 然后 吃东西最好吃的那个小摊上吃个饱 总感觉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呢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菜品的味道之外 我不需要其他的什么手段 算了 把这文件给我吧 我等会儿就把它给喂炉子去 快点菜吧 你们不是来吃东西的吗 吃东西呢 吃东西呢 这个我也想吃 哎 好吃虎鱼 我记得 那好像是那位同学很喜欢吃的菜来着 嗯 既然海灯杰是纪念英雄的节日 那我们就点这道菜吃 也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一下他吧 哈哈哈哈 你这小家伙还挺会吃的 一点就点到了我们最有特色的菜 那你们在这等一会儿 菜一会儿就好 我吃的一年 其实 都不想吃这个大事 不像卓州 那当然 我可是你最好的项目 哈哈 那你们慢慢吃 如果还想再吃的话 过来 你们回来了 怎么样 赢年做的菜 很好吃 是吗 他去年也是这么说的 要是他愿意根据我们的建议打广告的话 营收应该 算了 哇 好漂亮的灯 这是怎么做的呀 嗯 编制的方法 我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明白 如果你们对萧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旁边问问景明 那个好大好大的灯 也是他在负责吗 对 他应该就在 要是能亲手编个萧灯带给萧的话 他也许会变得开心一点 我们快去找那位景明问问看吧 想起来一些不愉快的事 嗯 看这个速度应该差不多够了 小灯的编制方法 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倒也没问题 小灯的饰养有很多种 我就先挑最简单的那种教你们吧 我这里正好还有一些制作材料 等等啊 这些材料还得先处理一下 你们就用这些来试试手吧 头好运 怎么这么复杂 最开始的时候是挺复杂 像你们这样想要学习编削灯的人 现在也是不多了 那个超大的铭削灯 也是这么编制出来的吗 那个 那个 也可以说是编制来的吧 但并不是某 全礼乐的人一起 你应该也听说了 萧市里的各个商滩 就是为了筹建这个铭削灯儿 哇 铭削灯原来 这也是海灯节的传统了 虽然资费的大头还是总物丝的拨款 但材料和其他的东西 哦 之前的那个小女孩 布娃娃也能用来建设铭削灯 这个 毕竟海灯节是个大节日 要是居民不管捐的是什么 总归是一份心意 我们一般都会结束 毕竟这么隆重的节日 参与进来也有点祈福的意思吧 哦 好了好了 你们是来海灯节玩的吧 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如果以后还想要编消灯的话 尽管来找我 祝你们在海灯节玩的开 而且可以碰到 那我们从小时 咱们也拿3个 监装 information kam 我们在海灯节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